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聪金融交易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个非常有意思 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知识点 上一期呢我讲了这个幽灵的礼物 幽灵的礼物呢我讲了这个幽灵的三法则 后面呢我们还有一期讲幽灵的礼物这本书 然后再讲幽灵的礼物这本书啊 我就发现杰西利弗莫尔还有幽灵 而且马丁舒华兹啊 这三个人都共同说了一件事情 而且包括国内的两名优秀的国内的交易员 都在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的交易员 都提到过不约而同的提到过同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联动交易法 大家应该是做技术分析的人都应该认识 杰西啊杰西尼弗莫尔我专门也讲过杰西的好几期的节目 然后呢马丁舒华兹还没有讲我100期之后讲完幽灵的礼物 我们就开始讲马丁舒华兹啊 马丁舒华兹是获得过八届期货冠军 美国期货冠军第一名 然后呢有还第九届获得第二名 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 他是最神奇的是他到了一定的年龄好像45岁46岁 功成名就退休了就再也不在这个华尔街干了 这一点也是就说很多人是赚了钱没保住钱 马丁舒华兹是赚到了钱又保住钱 然后功成名就就再不在市场出现了 幽灵呢这个也是一个优秀的交易员 当然他到现在为止没有具体透露是谁 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交易员 包括国内的交易员 这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说出一个交易方法 叫联动交易方法 而且呢他们都确认这个联动交易法 给他们赚过了数百万美元 好的所以我们这一期呢 我们就来详细讲一下什么是联动交易法 然后呢后面呢主要是用他们的案例 就是杰西如何用联动交易法赚取了上百万美元 这个马丁舒华兹是如何用联动交易法赚取了上百万美元 幽灵他说的联动交易法又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给大家这样讲一下 但是在讲杰西这个联动交易法之前啊 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不太懂 所以我要再提因为可能就稍微一点高深呢 因为他涉及到一些期货啊 或者涉及到这个国外的股票的一些知识 所以如果是只熟悉A股的朋友 就没有做过国外股票的朋友 这边呢我可能先要讲一下一个基本概念 虽然在我以前的节目里面讲过 但是呢我再次给大家讲一下 不然的话有的朋友搞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 好我这边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呢 在国外的这个 我们中国的期货啊 或者是国外的期货 呃还有就是国外的股票 我们这里说的国外的市场主要是可以做空的市场 就是股票也可以做空 当然国内也可以有融融券 但是没有那么容易了 就不是每个人随时随地可以做空 但是就说国外的股票市场 基本上是可以随时随地做空的 再加上T加零 就是说你可以早上买 马上就卖掉了 一分钟买一分钟就卖啊 就可以做这种日内交易 所以就是在这种这样的市场 期货可以双向做多做空的市场 再可以T加零交易的市场 在这么一个市场中 如果一个标的可以是股票 可以是期货 可以是其他的 如果他上涨 将有两股力量 推动他上涨啊 什么呢 主动做多啊 主动做多 就什么意思 如果买入嘛 我认为这个股票要涨 我就买他 我买他才会涨吧 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空头被动平仓 就是这个在我还是在标一下啊 在国外啊 国外股票 好空头被动平仓 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可以做空 那如果他要他他做空了 然后呢 他发现这个股票涨上去了 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 他已经做空了 他就通过做多啊 买入股票这个行为啊 把他这个做空的头寸 把它平掉 那么买入这个股票的行为啊 他就迫使股价会继续涨 而这个时候 他这种上涨 他是一个被动性上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并不看好这个股票 我并不认为他会涨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平掉我的做空的仓位 我是被迫的啊 这个时候他也可能会推动这个股票上涨 然后同等道理 下跌也是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就是主动做空 就是我认为他就要跌 所以呢我主动在这做空 那另外一股力量呢 就是什么呢 叫做多头被动平仓 这个其实好理解了 这个大家都明白 买了 但现在不跌嘛 他不停的 我买了他不涨 他要跌下去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会卖掉 那我卖这个动作 就会导致这个价格下跌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都是机构啊 都是机构 或者是大户大资金 你说你这样小资金 你再一卖 你对市场不会产生影响啊 那就是我这说的都是大资金 或者是机构 好的我们这边呢 好的我们这边呢 来举个例子啊 就是大家先理解一下 不然的话等会就就不太明白 讲这个节系的例子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股票在这儿 啊他底部是三块钱开始启动的 他这已经涨到九块钱了 然后呢这已经是十二块钱了 啊这又退回九块钱啊 这儿呢他又回到三块钱 我们讲这么一个例子 那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我从三块涨到九块 是不是翻了三倍 一般的翻了三倍 然后我们假设这个股票 它是一个净资产是为负的 我们假设啊 而且呢 它的这个其他市盈率 也是特别的啊 比如说高 或者是其他的 它这个消息也不好 那如果是这个股票出现很多的这个坏消息 或者是一些坏的一些新闻啊 那这种情况下 而且估值 很多人估值也很差 那么涨到九块 有很多的人就认为这个股票没有价值了 它不可能涨到九块 所以就会有人在这儿做空 九块 就会在这儿做空 啊 就是做空 它就认为这个股票再涨不下去了 如果这个做空 成功 做到这儿 那股票跌回去 它就可以赚到钱 但是很不幸 虽然有坏消息 虽然有不好的新闻 虽然这个估值也很差 但是呢 这个股票从这儿就突破了九块钱 就开始不停的往上涨 就涨到十块 涨到十一块钱来了 那这个时候 这些做空的这些机构 怎么办呢 那现在你要你要止损啊 或者你你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你要去止损 那你就要平掉你这个做空的仓位 那么怎么平呢 就只有做多买入 才能够平掉你做空的仓位 所以呢 他们就会在十块钱去买 但是因为他资金很大 他一买买入这个动作 就要导致他股票往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盘口就知道 比如说你上面没有挂单 就在上面我有一期讲盘口 二币法则讲盘口 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在上面挂单很少 那现在我要买一万股 我挂单只有一千股 一千股 那我这个怎么办呢 我只有不停的把价格往上推 我才能吃到上面的挂单 那如果上面挂单越少 这个价格就推得越高 所以我这个买入行为 就一定会让他价格上涨 但是价格上涨是真实的吗 还是不是真实的 大家并不看好这个价格 它只是被动性的 就是因为这个做空的离场 而导致这个价格上涨 大家明白了吗 好 下跌也是一个道理 好 第一个 我们假设这儿 这边既然有做空的 那肯定有做多的是吧 好 假设这儿有做多的 也是一个机构 做空我们是机构A 做多我们是机构B 他是在这儿做多的 这个机构在这儿做多 那做多呢 9块钱做多 现在他从这儿 从9块一直往下跌到8块的时候 那么这个机构怎么办呢 机构他肯定要卖掉 因为他要止损 这个要止损的时候 他卖出这个行为 就会让股价继续跌 所以呢 如果有做空的人看到 做空的人看到这个股价往下跌 他也在去做空 所以他这个下跌就有两股力量 一个就是主动做空 突破这个点 一个是被动多头 被动平仓 下跌 好的 这儿呢 大家看看有没有看明白 如果大家能够看明白 我们就开始讲 杰西利弗摩尔 如何用联动来赚大钱的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就讲相当于讲故事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杰西 杰西呢 他是在1907年的时候 当时呢 他是在做小麦 但是请大家注意 当时杰西已经比较有钱了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案例 我们就当故事一样看 实际上我们普通的一个操作 总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操作方法 只是一些机构 大户的一些行为 但是对于我们理解市场 是很有帮助的 好 我们看第一个案例 1907年杰西啊 他当时是做小麦 他做小麦的同时呢 他也做玉米 根据他的一个分析 小麦和玉米都应该怎么办呢 会下跌 因为当时他是根据什么分析呢 根据供求关系 供求关系 他认为这个市场上 这个小麦和玉米已经大丰收了 价格应该下跌 当然他也是做技术分析啊 杰西主要是做技术分析 当然技术分析之后呢 他也做供求关系 好 然后呢 他就同时做空小麦 1000万普世 普世是个单位 然后呢 同时做空玉米 也是1000万普世 他做空小麦 一做空从这一卖 我们假设卖 小麦就顺应他的趋势 往下跌 那当然他就开心了 赚钱了 同时他去做空玉米 就发现出问题了 为什么出问题呢 这个玉米一做空啊 然后呢 刚跌了一小段 马上价格就开始往上涨了 价格往上涨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有个问题 这个价格 他上涨的原因 并不是有人要卖他 而是有很多的做空 也有其他的人做空 做空了之后 发现价格没有 没有如期下跌 就是其他的机构 其他机构 在被动平仓做多 好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价格是已经是其他的机构 就在被动平仓做多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杰西要继续 杰西也是做空 那如果他现在要平仓 他现在要平掉 他的这个做空的单子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跟着这些机构一起 在上面去吃单子 去买上面的 那他这个行为啊 就会导致价格进一步疯狂上涨 那这样子 他肯定会亏 亏得特别大 他就会亏损特别大 那这个时候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他认为如果他要去买的话 他肯定买不到 因为他他这个太多了 一千万普世 他只要一买 这个价格就会疯狂的往上涨 是吧 好 所以呢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利用联动来 就是相当于 我们相当于把这个市场 也不叫扰乱市场了 就是反正那个年 他们叫什么 就相当于用联动的方式 来来把这个市场 进行一个导向 然后呢 他就联合 我们讲这个是吧 我就不讲机构的名字了 这个比较复杂 其他机构 我们讲机构A 那杰西呢 就联合机构 B 或C 开始怎么办呢 开始 做空 做空燕麦 这个叫燕麦 燕麦 为什么他要做空燕麦呢 燕麦 开始做空燕麦 杰西为什么要在这地方空 空燕麦呢 就是因为燕麦和这个玉米啊 他们两个有一定的联动关系 就说 就是他们认为 一旦燕麦开始暴跌 也有可能就会影响到 都是农产品嘛 玉米也要开始暴跌 因为小麦本身就是开始暴跌了嘛 同时还有一个理由呢 他们就会让市场上其他的散户 其他的机构 误认为 有人在攻击机构A 就是这个机构A 再有人在攻击这个机构A 就会 总之呢 就他们去 做空燕麦的这个行为 会导致这个玉米 也要往下跌 就没有那么多人 再去主动的做多了 那么主动做多的人少了 主动人做多人少 那么价格呢 自然就下跌了 所以杰西和其他机构 联合起来就做空燕麦 一做空燕麦燕麦 顺利开始暴跌的时候 那这个玉米 杰西开始在这地方 开始每隔一美分 就开始买入 就开始把单子先填进去 比如这个地方 我一百万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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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地方 就会形成很多的大单 在这压着拖着 那么价格只要一回调 这个地方就吃掉它单子 那么吃掉 有可能市场再会回调一些 再下来又吃掉它单子 再上来吃了单子 再上来吃了 价格就会形成这样的波动 然后呢 直到把杰西的所有的买单 吃完 这个市场 才会走出其他的方向 但是杰西呢 他就会把他的这个 做空玉米的 这个亏损的 或者是想平掉单子 就在这儿全部平掉了 然后呢燕麦呢 因为他自己虽然后来涨起来了 他做空燕麦是亏损 但是他这边 玉米的这个买单 就没有发生大幅的亏损 好 这么是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他就是讲的这个 燕麦和玉米的联动 你就告诉我们 比如我们是一个散户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燕麦突然被人做空 那有没有可能是真的空 还是说比如像杰西一样 他只是想假的去做空这个燕麦 他做空燕麦的目的 不实不是为了真正的做空燕麦 只是为了对这个玉米产生影响 这个我们等会还会讲其他的案例 我们就知道有的产品 要涨的时候 它不是真的涨 它是因为其他的那个板块在联动 或者其他的原因涨 有的跌的时候 他也不是真想跌 是因为他整个行业都想都在跌 这个我刚才忘讲了 我在这把这个放过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联动的定义 这么重要的开始就应该讲忘讲了 就说但是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再来回去讲也更深入一些 联动就是若干相关联的事物 一个发生变化 其他的也跟着用动运动变化 联合行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联动哪些种类呢 有股期期股联动 期货和股票它可以联动 比如说有些时候你股票的品种 比如期货焦煤涨了 那你有可能和焦煤相关的股票也涨 或者是或者是铁矿涨了 那么和铁矿相关的这些企业也跟着涨 这是一个就是股期联动 或者是说股票大涨 期货市场也跟着涨 股票大跌 期货也跌 政策联动 这个就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海南岛出过什么政策啊 政策它可能和这个相关 它都会有联动 板块联动 比如说这个就是科技股 下一周是煤炭股 再一下就是金融股 再一下周可能是其他的房地产 它可能会有板块联动 还有相关联产品联动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的 就是这个小麦和燕麦 铁矿和螺纹 比如说化工产品之间 铁矿和这个 铁矿和这个甲纯 就是这种之类的相关产品联动 还有其他的秘密联动 至于其他的秘密联动 我们等会去通过各种的例子给大家讲 这个秘密联动就需要你自己去发现 包括我们会讲一些例子 好这就是案例一 大家清楚了吗 我们现在来讲 杰西的第二个案例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第二个案例 同样是杰西的 他的做联动的案例 在这个之前还是在那边说一下 杰西的做法都是他大机构大户的做法 就咱们那个小散户 我们小小小 我们这个没办法向他那么做 因为他实际上已经在开始 就是用他的力量去测试市场了 他已经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市场的价格了 但是我们学他主要是说就很好的理解这个市场 就是机构是怎么运作的 好 杰西他是1925年当时他做小麦 他同时也是做空 他还是做空 他这个时候 不他开始没有做空 他是在做多已经赚钱了 他现在是计划准备开始做空 他是计划做空 计划做空 小麦和黑麦 然后呢小麦和黑麦呢他们有个特点 小麦是市场比较大 就是容量比较大 他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成交量比较大 现在流行话说 黑麦的市场比较小 也就是成交量 成交量 他们两个 所以呢黑麦呢一直是涨得快 为什么成交量小 所以小资金不大就可以把这个市场推动过去 所以呢黑麦他是涨得很快 但是他两个是黑麦和小麦 他两个市场是什么呢 是一个联动的 小麦和黑麦是联动的 好 那杰西就观察总结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品种只有自己的特点 杰西呢就开始观察总结 他就说啊 以前这个小麦一直开始都涨涨 一个涨到2块2毛0五啊 还是下跌 下跌呢回调到2块02 好 但是没有破 新没有破前高 他回调 好 然后呢黑麦呢 他是涨到1块8毛2 然后回调呢就回调到1块7 好杰西就发现了 平时啊 黑麦总是涨得快 就是涨的时候黑麦就拼拼的往上涨 涨的时候而且黑麦一回调就 就就马上就涨上去了 就回调也小 但是呢第一次就发现这个黑麦反过来了 因为以前啊比如小麦涨上去回调小这个2块02和2块05之间的这个高点呢 他是不是只差三美分啊 就是说三美分他这个高点以前呢他是差的多 现在呢他回调的高点差的就越来越近 但是黑麦不一样黑麦1块8毛2现在回调之后呢他相当于这个地方这个差呀就很高了相当于这次回调他就回调无力啊 我们可以说回调就无力了力量就没那么大了好那么力量没大那么杰西就说黑麦他总是涨得快但是现在反过来了 哎这个出现什么事情 所以杰西他就会去想啊是不是黑麦出什么问题了 他这个力量按理说这个盘子这么小他应该很容易涨上去 好就第一个于是呢他就想那我我来测试一下 因为他这个资金量比较大他就开始测试啊这也是我经常给大家说的 有些时候大家就总以为什么机构在那边要去害谁呀或者是机构大去砸单是什么 很多时候是这般做假其实不是的 他有些时候机构他也是他是去测试的他也不知道这个行情要怎么走 他也去测试他怎么测试呢首先他就开始卖那肯定开始卖了 他卖的时候他一卖他的价格砸下去就把就砸了一个三美分就跌了三美分 好那杰西卖完了不动了就观察这个市场发现这个市场怎么样呢 涨回来了好涨回来了两美分涨二就相当于这个样子 然后呢他过来又去测试又拿钱去砸砸下来好市场砸下来 当这个没有资金去砸就他把资金砸下去卖的时候 好他就观察他如何的影响这个市场 他再卖卖上去的时候又回来了一美分 其实就是杰西啊用他的资金在图形上做了一个三角形 是吧大家能理解吧从这个图形上看他是做了一个三角形 做了三角形而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形态他会出现的 那做了一个三角形之后那杰西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 他如果这个市场很强下跌三美分应该是回调三美分是吧 你再下跌两美分应该是回调两美分或者是有人再上去 那既然是做了这么一个三角形下跌每次往下砸了 他就回不来了 对说砸了之后他无法回到原点 那么杰西就认为通过这个第一个就是说黑麦的异动总是涨得快 现在相反了 第二个他测试两次一次两次就发现每次往下砸的时候 回调就无力了就证明什么呢他就推断出这么一个结果 就说黑麦已经没有庄家来保护了 就说没有人管黑麦了黑麦已经没有力量了 那如果是黑麦和小麦有联动 每次都是黑麦作为小麦的风向标 黑麦每次都涨得快 那如果现在黑麦一下子跌下去了 又没有人愿意支撑他 没有钱去支撑 有相当于说你这个量图形都是他钱去做出来的 那你这边已经没有人去保护他了 没有人去拿个单词鱼去拖他 那么黑麦价格很快要下跌的时候 小麦他就是杰西认为啊 小麦也不会有人去保护他 小麦也没有上涨的力度了 于是杰西就在这儿勇敢的开空 勇敢的做空小麦 好 就在这个点开始做空小麦 后来呢市场上果然小麦就开始 从2块02一直下来跌跌跌跌跌 最后跌到1块5毛4 1块5毛4杰西就开始平仓了 平仓买入啊 然后呢同时这边黑麦下跌的时候 杰西也就平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用这个钱去测试黑麦 黑麦一跌下来他就平仓好赚钱了 小麦马上疯狂下跌 疯狂下跌之后呢 他就开始分批平仓 1块5毛4平一部分 再回调再平仓 为什么这些东西真的是很重要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小散户啊 普通的小投资者 你就看从大户里面 大机构操作这种手法里面看出来 有些时候比如说从1块5毛4 他回调到1块6毛1 他不一定是有人想去做多 有可能只是人家上面空单去平仓 导致他1块5毛4回调到1块6毛1 有些明白吗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点去买 我要大规模买了 机构已经进去了 后来发现机构进去人家不想涨 所以这有时为什么 有些时候一些形态 做比如说一些下跌 下跌完了一下子第一波上去了之后 他会马上就打回来了 因为这个第一波啊 这个上去的可能只是人家的一个空单平仓 而不是真正的多单买入 好这是杰西的第二个例子 杰西两个例子啊 就是一个大机构做的 就相当于说大机构啊 他们的一个操盘手法 那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马丁舒华斯 他当时不是大机构 他发现了一个联动的秘密 用这个联动的秘密整整的赚了 差不多140万美元 在一个月之内 咱们看他是如何发现中的联动的秘密的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马丁舒华斯的例子 马丁舒华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面会讲他的故事 他做了整整九年的这个证券分析师 然后经常去到处给别人推 推荐股票开会 但是他自己说 他基本上这九年 他自己做股票神是亏的 他到处给人家推荐股票 所以他一直没赚到钱 然后他最后说 他自己当他下定决心要做这个交易员的时候啊 然后他当时他老婆还鼓励他说 你放心 你勇敢的去做交易员 如果你亏了 大不了回来重新做分析师 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真的是分析市场 预测市场和你能不能赚钱 真的是两码事 就马丁舒华斯就给你拿了一个绝佳的例子 人家做了整整九年证券分析师都没赚到钱 他分析和做交易是两码事啊 就一定要把这个区分开来 大部分人都认为肯定分析的准备一定赚钱 不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看这个马丁舒华斯啊 他自己开始真正的做交易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 他有一天啊 他就通过一个偶然现象 当时他是有一个公司 他们有一个国债期 国债现货的一个报价机 当然我们现在不用报价机了 我们都有什么电脑啊 都有软件什么的 那个时代他用报价机 慢慢的他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发现这个国债的这个现货只要是涨 他报价机啊 报价机他当时是报价机啊 还是把它写一下 因为这个书里面 他这个报价机一涨 这个价格一涨 就出现什么情况呢 利率一般的会跟着跌啊 这个国债现货一涨了利率跟着跌 那么利率利息嘛 利息一跌 这些股票的股价就会涨 为什么股价会涨 大家可以想到 因为理论上说 从经济学习原理来讲 你这个我们公司 如果你利息低了嘛 我们公司就可以贷款 就低息贷款 那我这个公司 对我公司的发展可能有好处 所以呢股价他就会就会涨 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这个股价涨了呢 那肯定这个标准普尔500 股指期货就会涨 因为呢这个马丁舒华斯 是专门做股指期货的 他是在股指期货上赚了大钱 其实我也很喜欢做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动得特别快 特别快特别快 你做什么美元的指数 做一些其他的商品 你看你股指做习惯的 你看其他商品不习惯 因为他半天不动 当然也动 但没有股指 股指那个不停地动 没有一分钟能够 基本上股指永远不会出现 不动了 那种情况永远不会出现 不停地动不停地动 股指的流动性是非常好的 所以股指期货 这个他是做 扯远的 当时他是做股指期货 然后他发现这么一个小秘密 他觉得是 只要国债现货涨 那么利率跌 利率跌股价就应该涨 股价应该涨 你就简单的说 中间是个推导过程 但是直接就是 只要是国债现货 他当时这个报价机上价格一涨 那么这个标准普尔 这个股指期货就应该涨 好这第一个逻辑判断 第二个当时他运气特别好 因为当时这个市场有一个时间差 因为这个是一九八几年 九几年 我不知道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 有个时间差 什么时间差呢 当时美国的这个 当时美国的这个国债期货 是下午三点收盘 就没了 就下午就收盘了 但是股指期货 是下午四点半收盘 有这么一个时间差 那么他就是就觉得 当这个国债期货 下午三点半收盘 这个国债期货在涨的时候 那么第二天 这个股指期货 可能就会高开 他也有可能涨 是吧 他就觉得自己发现个大秘密 但是呢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马丁啊 舒华斯他比较专业的地方 他不像有的人说 我发现了我马上去做 不是的 他要来复盘 他复盘 他复盘看这个东西 到底这个概率有多大 他概率发现了之后呢 他也发现 这个绝对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有一定的概率 好 那么也只是说一定的概率 请注意啊 一定的概率 不是百分之百的概率 但是如果这个基本面分析 我们说一个基本面分析 配合他的技术分析 配合什么呢 他自己的T指标啊 他的均线啊 他的震荡指标啊 当然他主要是一些指标 如果把这个的这个复盘 这个G我们就要看作基本面啊 和他这个技术面 一结合 就如果当天基本面也是说 利率这个国债涨了 他在看当天他这个技术面的这些指标 T指标啊 均线啊 震荡啊 也表示第二天又涨 于是他就勇敢的开仓 做多 第二天一高开就开始平仓 就开始卖 也不是可能有些时候要等一段时间卖 因为他做短线嘛 他就用这个方法 一招先 一招先 他说他只用这一个方法 就不停地用这个方法 不停地用这个方法 不停地用这个方法 就一招先 再差不多 好像一两个月把这个书里面写的是 赚取了140万美元呢 在那个年代啊 上千万人民币啊 80年代90年代 就用这一个方法 一两个月之内 赚取了140万美元 所以有些时候 如果你能够发现 像这种的一些联动的市场 你基本面和技术面相配合 真的能够产生奇迹 那现在你说 我们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具体方法 当然也有可能有 但是这个就只有你自己的发 自己去发现了 你自己长期在这个市场中间去摸索 去研究 然后你也能够发现 属于你的一些小方法 好 我们现在再来讲几个 就是一些中国期货的例子 中国的这个市场的例子 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看过的呀 或者自己感受到的一些小例子 一些联动的小例子 讲幽灵 哇 案例一 案例二 二 三 然后下期讲幽灵 再下去讲那个 好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案例四 就是在幽灵的礼物里面 幽灵他也提到 说你要做联动 那他的做联动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就说你选择弱市场中强烈上涨的标的卖出 强烈上涨的标的卖出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很多人看这句话 这个东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明白了 我们先看关联产品 比如说这个假设PTA和这个1G 正好是昨天那个例子 这边都是化工 他们都是化工产品 期货里面的化工产品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PTA 它本来就是我们举个例子 怎么说呢 比如今天就这样说 今天这个PTA它一轮就是大涨 它是一个龙头 一个龙头 因为它的上涨 带动了1G的上涨 我们假设1G 但是你看PTA是这么涨的 1G呢 它是这么涨的 好 那么就有一个例子 就说谁强谁弱 肯定是1G 它是比较弱的 那么证明什么呢 今天这个1G的上涨 是被PTA带动的 它不想涨 它没人 不想涨 主力不愿意做它 它是被迫的 但是因为这个化工都在涨 它涨得比较好 化工都在涨 化工都涨 普涨 所以它也跟着涨 所以它这个涨 有可能是空头平仓 也有可能是普通散户带动的 那所以如果 我只是说如果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说如果要做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是反的 如果要 这个时候你要去做空 你是去做PTA呢 还是要做1G呢 按我们大部分人的想法 肯定是 就是我们亏损的人的想法 亏加的想法 就是肯定要去做PTA 为什么长太高了 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 长得高了想拍它一下 我靠你长太高了拍你一下 这个跌得太惨了想接它一下 哇你这个好便宜啊 我接你一下 所以往往是拍它 你会死得很惨 接它 你死得更惨 接飞刀死得更惨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既然PTA是龙头 长得这么高 那我千万不能去空它 我要空的话 如果要空 我来选弱的 1G 我来做空 所以呢今天就是他说的东西 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思路 就是一种思路 这个思路呢 就是说告诉大家 就是一些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说 你一定要怎么做 怎么做 但是这个思路真的很重要 一个人的思路比你具体 小技巧小方法更重要 好这个思路呢 那还可以说我们平时 我们再举个例子 股票和期货 假设你这个股票 在开始大涨 但是你的期货 这个指数涨得很慢 那这个如果你要去做空 那你空谁啊 肯定是要空期货 因为什么呢 那个期货 它是被股票带动的 所以呢你今天 你要做空的话 你一定要空期货 我举个例子 我这个意思 那如果涨的话就不一样了 涨的话你尽量要买龙头 你不要去买弱的 就是你不要买这个弱的产品 它是相反的 好 这就是为什么 优虑说 你要选择弱市场中 强烈上涨的标的而卖出 但是它这个地方说 强烈上涨 就是比如说这个PTA 它这个弱市场中强烈上涨 其实它这个 就是说你如果 这个市场本身都很弱 这个强 它说这个强烈上涨 或者还不太一样 我们这个强烈上涨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PTA和1G相比 这两个是谁弱 是1G弱 那么1G弱 它在一下子上涨 它这个上涨是假的 是因为PTA带动的 但是如果是弱市场 有可能是几个市场 然后几个比如有化工 有这样子这样子 扑涨的情况下 哪一个突然更弱 然后你再去空它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只是个表述和我这个产品 这个举例可能举的不是特别的恰当 但是大家试这个意思 明白吗 就是这个意思 你和我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就如果你要去空一个产品 你几个产品相比 你要去空 它相对弱一点的 因为呢 特别是在那种 其他的涨 它也在涨 然后呢 你要空的话 你要空它这个弱的这个地方 好 意思是这个 好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举两个其他的一个小案例 好的 我们欢迎回来 在这个间隙啊 我现在给大家就说一下 如果是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公公公中号 我以后会放在国内 希望大家不要搬运我这个视频 如果是我放在国内的话 请一定要认准我的微信号 我的微信号就是有云聪两个字 如果是有其他的将来这些视频 慢慢越做越好 有他的人想法冒我啊 想怎么样 大家加微信号的时候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ID 就是有一个叫Andre云聪 但是他反正就总之有个云聪两个字 其他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两个字的话 肯定他这个微信是假的 微信号 好的 我们就是扯远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回来 看第五个案例和第六个案例 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举很多的 就是类似的联动的例子 当然就是说你自己要去发现 你那个国家 因为我的朋友很多在美国 在澳大利亚 在马来西亚 在日本都有的 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方向 就是除了技术分析之外 你如何能利用基本面啊 技术分析啊 好几个东西 能够找到一个小秘密 那这些小秘密 有可能比你单纯的用技术分析 能够价值更多更多的钱 但是这些小秘密啊 就要自己去寻找了 我举个例子啊 再有个案例 案例五啊 就是央视中央电视台 他有一个期货时间啊 他有个节目 这个节目呢 曾经采访过很多的这个期货比赛的第一名啊 冠军啊 还好多还好多实判展示 大家有时间就可以看看那个节目 那些那一系列节目 冠军的一些节目 大家可以看出来 所有的人和我讲的理念是一致的 所以很有的朋友还怀疑说 你这个快速止损 这个东西这个看起来听一下 就觉得也无法接受 或者是不是你就是这一个幽灵 或者几个人乱说的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去看所有的美国的书 从包括江恩自己 都是写的江恩那么神的 自己很多人说找到了一个什么神奇数字 能够解开所有密码 他自己都要写一定要止损 包括从从从那个道士理论到江恩 除了艾略特没有写 是为什么呢 因为艾略特先生 他自己没有做过股票 所以很多人把那个波浪理论 当神一样供着 人家自己都没有做过股票 好不说这个 就是说所有的冠军 坚决止损是第一位的 你去看那个节目就知道了 都是这么说的 像那个我就说提出两个 一个就是呢 他有一个叫你可以去查 气候时间叫声某某 我这边就不播了 因为版权关系啊 他叫声某某 他自己是做什么呢 交合板和这个纤维板之间的联动 他也是做联动 他比如认为交合板涨的时候 有可能纤维板就要涨 假设啊 或者是比如 哎 交合板这个这个 大大涨的时候 纤维板没涨 他要不要去空他一下呀 就是一个道理 就说他太弱了吧 我要空弱的 就是一个道理啊 反正总之他也是做联动 就是做那个交合板和纤维板 然后呢 做他两个之间的联动 他做的是 就做得非常好 就是当时是第一 第一名 另外一个叫任先生 他的绰号叫赌徒 他呢 那个也是获了 好像获了一个什么炒科的第一名 他也是做相关产品的板块联动 他的一个入场的时候 就是说整个市场都起来的时候 各个板块都开始往上走 所有的指标都开始往上走 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去做东 也是一个做联动 总之你们自己可以看 他这一块也证明了很多人 做联动的一个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有效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比如我这个国家 一些一些我自己发现的一些小窍门 也是 比如我这有一个美元对本国货币的一个期货 这么一个我们可以说是美元指数的一个期货 还有就是这个股指期货 我就发现这两者之间的这个联动非常有意思 只要是股指期货 当然绝对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基本上是股指期货要涨的时候 美元他这个就要低 或者美元大跌的时候 有可能股指期货他就会涨 他这两个东西 他就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这个标的性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本国的股指期货 和美国的股指期货 他也有可能是有些联动 美国股指期货开始暴跌的时候呢 他有可能会跌 但整个都是个概率啊 请一定要注意 都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绝对都是一个概率 你这些联动的概率 再配合你自己的一些 配合你自己的技术分析方法 他的概率非常高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第七个联动的例子 就是说你如果发现这些小秘密 它是很好玩的啊 很有意思的 有可能就利用这种小秘密赚钱 一些小技巧赚钱 比如说有的国家 它是有股指期货 它是有一个叫做标准合约 这个标准合约 它是很大的 是大资金才能做 它有迷你合约 叫迷你合约 咱们中国呢 就是还没有推出股指期货迷你合约 如果将来推出了 大家可以用这个 然后呢很有意思 标准合约和迷你合约 有些时候 它还不太一样 它的这个 有可能标 但是基本上是标准合约涨 那个迷你合约一定会涨 标准合约跌 迷你合约会跌 但是有些时间差 你会发现 假设特别是看盘口的时候 假设标准合约 突然你发现 有一个50手的大单 50手大单 在一些关键点进入一个买入 然后呢 这个标准合约 这个市场马上就要涨了 这个时候迷你合约还没动 甚至还在下跌 这个时候你就勇敢的开仓 大笔的开仓 在这个迷你合约马上买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就有个联动 一旦标准合约有大单进去 它在后面肯定会标准合约一涨 标准合约只要一涨 迷你合约一定要跟着涨 那你但是这个标准合约 这个迷你合约 这样有一个时间差 为什么迷你合约都是小散户在那动 标准合约都是大户在那边看盘口 在那边动 基本上这个股价真正能够影响 是影响是大户影响 好那为什么 为什么50手大单进去 它叫大户就会影响 因为这个50手这个大单 一旦进去 它有可能是两个因素 一个是平仓空单平仓 我们假设是跌啊 假设是跌 这个大户它进行空单平仓 一个是多单买入 但是不管这两个原因 它都有可能 不再股票不再跌了 为什么呢 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 股指和股票之间的一个联动 因为很多人 他做空股指期货的原因 是因为他要卖股票 但是因为他这个股票太大量太大了 他只要卖股票这个行为 就会导致这个股 整个的这个股指下跌 所以他边卖股票 他就边开空股指期货 等他把股票卖完 他股指期货就买出来 就平仓了 那这个时候 他如果平仓了 买入就证明什么呢 他不再卖股票了 如果一个大户不再卖股票 那股指自然就可能有反回来了 所以呢 总之像这些小技巧 他可能不常见 就是很少见到 但是一旦你见到 你发现了 有勇敢的做一笔 或者是勇敢的大资金进去 概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些就是一个 这些联动啊 你做好了 比你那个技术分析呀 比你基本面分析呀 这次小技巧做好了 非常非常有用 这个马丁舒华斯 就是一个其他的例子 人家用这个方法赚了140万美元 是吧 但是呢 你的市场 就是观众朋友们 就是你们的市场 你们的国家 有没有这种联动的机会 有没有这种小的东西 叫你自己去总结 所以我这一期呢 可能比较难 就是适应于那种中高级的水平 你初级 你可能基础的东西 你都无法理解 你可能很难做到 但是呢 就是说我的朋友里面 有初级的 有中级的 还有很多高级的交易者 我相信 就说我这一期节目 能够给很多的 中高级的交易者 就你们一个思路 有些时候呢 也就是说 包括我自己也是 不是光就是说 非要进行技术分析 基本面分析 有些时候 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模式出来 这些新的模式 如果我们勇于学习 勇于探索 有些时候 有可能还能够产生奇迹 我这边呢 就是作为一个抛砖引誉人 就是让有新人 或者是有元人 你发现你的国家 你的市场 你做的品种 长期观察 有这种机会 有可能就会让你 就是走上这个人生的这个辉煌 永远的这个这个这个辉煌之路 这一点呢 我也相信 如果我能够帮助你实现 你的财富梦想 将来呢 肯定呢 我们就 也能够互相成长 互相进步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云聪金融交易分析 然后马上我们快一百期了 我也非常高兴 今天是九十八 九发 也在这边祝大家 各位朋友 一切顺利 交易顺利 然后呢 对我这期节目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想法 或者你也发现一些什么东西 愿意沟通 也可以及时和我沟通 我看到了国内有的人 在搬运我的视频 所以我希望 就是看到我视频的朋友 就是不要再搬运了 因为呢 我将来会放到国内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初期的视频 质量都不高 都是很简单 一个小小破坏板 都是做的比较简单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 就是现在越做越好 我出去的之后 只是想就是把这个东西 拿出来分享一下 我就也没有找 就是也没有认真的去做 因为有的地方 像公司也不能拍 也不能拍拍视频 所以找了一些 就是普通的地方来拍 所以呢 就是所以这个 这个就没有做那么好 就是希望大家谅解 希望大家谅解 我以后呢 如果我要做国内的话 我肯定会全部重新做的 全部重新做 然后全部重新做 更好一点 再放国内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我们接着讲 幽灵的礼物 把其他的东西讲完 然后再下期就是100期 特别节目 希望大家继续喜欢 继续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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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